来来来 看这里没有人 这跟什么拍就成了吗 那边有蓝球框 我是女排世界冠军张晓雅 2021年4月22日 中国女排前国手四川女排主力张晓雅 在结束了第14届全运会 9-12名排位赛后 在微博上留言 风雨兼程 万般留恋 毕业快乐 尤其是毕业快乐四个字 张晓雅似乎暗示很快会退出现役 外号雅歌的张晓雅 之所以受到许多粉丝的喜欢 是因为一个字 帅 她的一头男士短发 加上英俊的脸庞 酷酷的中性路线造型 对女孩子非常具有杀伤力 有迷妹型网友评价说 张晓雅比男人还要帅 加上她1米89的身高 是个女人都喜欢她 更有网友表示 果然女孩子帅起来 就没男孩子什么事情了 生活中的张晓雅活泼开朗 喜欢搞怪 但这典型的90后特质 而她对自己的钢琴水平 也是充满了自信 逢年过节有事没事 都会来上一手 本期《体坛大魔王》 就来介绍这位帅出天际的女排国手 张晓雅是中国女排跟郑苗红的国手 早在2009年就入选了国少女排 次年进入中国女排二队 正式成为中国女排的一员 无奈伦敦周期的中国女排处于下滑阶段 张晓雅因此也没有较大发展 2013年 张晓雅帮助中国女排 拿下U23式青赛冠军 并入选了最佳阵容 2014年仁川亚运会 因为与女排世锦赛 被战时间上有所冲突 中国女排最终派出二队参赛 也因此 张晓雅才获得了更多的上场机会 虽然未能获得金牌 但她却因为男性化的发型 以及帅气的动作 俘虏了从内地到香港的大批粉丝 在亚运会之后的比赛中 只要有张晓雅出场 势必会引起观众的欢呼 此后 张晓雅跟随中国女排 参加了2015年世界杯 并随队获得冠军 虽然比赛中很少上场 但是中国女排能重回世界之巅 有她的一份功劳 至少职业生涯多了一个世界冠军的称号 张晓雅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因为个子高 小学四年级她被体校教练选中 正是和排球结下缘分 而体校的训练让她慢慢爱上了排球这项运动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那个夏天 12岁的张晓雅坐在电视机前 看完了中国女排对阵俄罗斯的整场决赛 她被女排的逆转感动 心里许下了要进入中国女排 这个光荣集体的愿望 2013年郎平重新执教中国女排 张晓雅和严妮都是在此期间成长起来 逐渐参加国际大赛 只不过当时中国女排队伍中 拥有徐云丽和杨俊晶二大副公主力 就连严妮都是替补副公 张晓雅自然排不上位置 但是2015年世界杯前夕 徐云丽的伤病一直没有好转 张晓雅作为替补副公出征世界杯 作为替补副公 张晓雅出场机会有限 但只要有机会登场亮相 她的快攻还是具备一定威胁 与非洲冠军阿尔吉利亚一战 张晓雅获得首发机会 她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 快攻入线很难预料 经常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以3比0毫无悬念获胜 张晓雅贡献了8分 并且随对成为世界冠军 但是由于伤病导致状态不稳定 2016年里约奥运会 2019年世界杯 张晓雅都没有入围中国女排大名单 我可以接受我落选奥运会 是因为感觉自身的 就是我们复工现场的差距 还是有一些 所以你要说给我多大的打击 或者说影响没有很大 我相信所有参加集训的人 他都想进入最终的这个名单 我自己也不例外 但是当你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的时候 看到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战友 姐妹们去了 我觉得一个是为他们高兴 但是如果放在我自己身上想的话 我会继续去展望我的下一个思念 大多数时间 张晓雅留在四川队 无论是排超联赛 还是全国锦标赛 张晓雅是四川女排绝对的核心 而她面对的 是年轻的 需要锤炼的新生带队友 传帮带就自然成了 张晓雅身上的重任 让她欣慰的是 过去的一个赛季 球队打出了几场好球 而队伍不论是输赢 都展现出了一股精气神 而这股精气神 在张晓雅看来 是比比赛胜负更重要的对魂 作为榜样的闪光点 张晓雅不仅仅是 女排世界杯的冠军 而是她每一堂 普通训练课的坚持 每一颗普通球的扑就 体育不仅教会我如何去赢 同时也让我明白如何体面的输 2019-2020赛季 张晓雅代表 泰国春舞里至尊俱乐部打球 当时的队友 还有山东女排主力接应孙杰 酷酷的张晓雅 在春舞里至尊这支队伍中 毫无疑问地 同样受到了泰国球迷的欢迎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 张晓雅并没有随队打完联赛 不过春舞里至尊 在赛事重启后表现出色 最终斩获冠军 回国后张晓雅腰伤突然复发 不能久站 不能久坐 不能弯腰 可以说站着坐着都在疼 脊椎腰椎方面的多位权威专家看了片子 每一个医生的建议都是做手术 而手术的风险 就是以后可能再也不能打排球了 但是28岁的他还想打 还想继续职业生涯 2020年国庆期间 张晓雅毅然决定进行腰部手术 好在手术成功 2021年的春节 处于康复期的张晓雅 放不下仍在备战全运会的队友们 来到了训练场 还向记者介绍起了 入选国家青年队的新人妙依文 本次的第14届中国全运会预赛 要知道张晓雅本来可以不参加 但是考虑到四川女排没有核心主力 张晓雅还是带着伤病果断付出 在9-12名的排位赛中 张晓雅率领四川队3比2 打败福建队取得胜利 决胜局一直打到了20比18 才分出了胜负 获胜那一刻的喜悦 让张晓雅红了眼眶 泪洒赛场 激动于百感交集的情绪 才得以宣泄 最终排位赛阶段三胜一负 四川女排拿到本届全运会第10名 虽然成绩不算理想 但是张晓雅尽自己的能力 完成了母队的比赛任务 如今张晓雅发布毕业快乐的言论 很明显这是她最后一届全运会 而且有可能提前退役 但是张晓雅只有29岁 未来还有机会参加联赛 不排除继续代表四川女排 征战排超联赛 永不言败 竭尽全力 说起来都很容易 只有在每一天的训练 近20年的付出 站着 坐着都痛的伤病中 我们才能体会张晓雅实践 这几个字的分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